大家好,我是记者军会 今天我来到了少年旅的营地 来参加少年旅爱心礼物的派发活动 当一天的志愿者 受益者除了能获得礼包以外 有的则会获得价值40元的值总评价的购物券 那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派发我身后的这些礼包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把温情送给受益者吧 Let's go 我们的这个目标是大概44,167户受益者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派发了大概65%的礼包 跟那个礼券出去 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尝试转上这个线上的这个捐线的过程 所以我们发现的是可能我们的一些民众可能对线上的捐款不相熟悉 我们通常到了这个阶段通常都已经达到100% 但是今年为止我们的这个数目还没有达到 只是刚刚超过一半大概62%这样左右 五六年了很高兴啊 你怎么高兴呢 有吃嘛有在吃了不用去外面买嘛 你放里面有什么食物 你老人家费的平衡啊 你老人家费的脑子啊 你老人家费的老人家费的老人家费的老人家啊 这就是年轻人六年了 我第一次费的隐信寛的成长 我觉得你很正确的 我觉得你很快乐 我感到什么 而且是然后我带 erw了 所以这些项目是用的吗 对,很棒,可以吃,有时候饿了 这是我们第四、五次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以前没有孩子 之前有来了两次,两、三次跟朋友一起来 这是我们第二次带孩子来拍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然后我们自己以前有做过 能让他们有这个经验,帮助别人 就是很有意义 今天派发了五户家庭 当我们派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全部很开心,而且很热情 开心因为我可以帮助别人 然后他会很开心 以前我不可以自己抗礼包 可是这次我可以亲手地抗礼包给受益者 现在我已经把我手上所有的礼包给派发出去了 看到那些受益者脸上的笑容 让我感到特别的欣慰 因为距离我上一次当志愿者 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 相信这些礼包能够减轻 他们的一些些的经济负担 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出去 那还有那些想要报名参加派发活动的话 记得赶快去 因为最后一天是在下个星期三 也就是29号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